大家好,我是Mr.Amunso 今天會是大家介紹HKDSC 2018 Mathematics Core PIPO1,Session B,Question 18 請來這畫面的訊息,如果你有新知的話請你Post for 畫面 Otherwise we can go on 好,第十八條,欧慶賀的Variation 回歸了 不過落到Session B 根據那個題目,Partially Worry as x squared and Partially Worry as x 我們就會讓Fx等於K1 x2加K2 x 當然K1 K2都是Constant 他給了兩組數據,我們就是F2等於60 本來是X的地方,就放2 我們出到K2等於30-2K1 另外他也給了F3等於99 簡單來說,逢是X的地方,我們就會放3 也做了一條式,就是3K1加K2等於33 OK,那兩條式我們會解決一個Sumultaneous Equation 主要用Substitution的方法 那就會計到K1就是3,而K2就是24 那你說我不喜歡解決一個Sumultaneous Equation By Calculator method,就一定是第一個代數對第一個代數 第二個代數對第二個代數,常數項對常數項 這樣的話,By Calculator就會計到K1等於3,K2等於24 一模一樣的 怎樣也好,我們找到Fx就會等於3x2次加24x OK,如果你想用這個Sumultaneous Equation的計數機程式 畫面上都有資料 自己Postrarium慢慢看 好,來到B1 B1是問Vertes Q 因為D1當然是一個Cheretic Function 既然它是Cheretic,它那條Puribola就一定有Vertes OK,那我們題目要求要用Competing the square的方法去做 好,首先我們就令到X2次的Coeficent會是1 簡單方法就是抽了3 OK,接著我會減Trulier加4的2次 減Trulier減4的2次,即是沒有做過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? 原來是這樣的 因為我就是要用頭3按去成就了 這個A2次加2AB加B2次這件事 那這個B是怎樣來的?這個4是怎樣來的呢? 那我就假定了2AB其實就是等同於8X OK,那X和A打通了的話 那我就知道2B就會等同8 那B就是4 OK,咦,為什麼Mr.Soul? 這裡有一個乘3走出來的 現在3就是跟這個多項式做展開 那就是要乘1,2,3,4乘4項 那如果這個-4,2次走出來的話 那這個3也要走出來跟它乘4項 OK,這樣的話就簡單了 裡面就會成為了X加4的2次 外面就會是-48 那我們就會計到Q就會是-48 因為根據頂點式就是 就是A乘2X-H再加K 就會是頂點式來的 那我們就選擇個位置而已 OK 好,那到B2了 B2它就說了 現在就有一個功能叫做 Y等於27-FX 那27-FX這個功能又是怎樣來的 很簡單的 首先我們就是透過反射對稱 沿著X軸做反射對稱 OK 那fx就會變成-fx 怎樣想會比較簡單一點 我很簡單而已 沿著X軸的話 就本來上高是正Y軸 逢是正Y軸的話 就放進去-y軸 OK 那由於我們知道 Y和fx很多時候都會連繫了它 由正fx轉到-fx 那反過來想 這個黑色的土豆 它是屬於這個-y軸的部分 OK 那它就反了上去 看到嗎 那由-y軸就反了去正Y軸 OK 好 接著它還沒結束 你還要加多27 那怎樣加多27呢 我們如果把這個Vertex放上去的話 當然啦 X軸仍然是在-4 因為這一條是-x軸 本來它就是-48樓 現在它轉了去正48樓 那你加多27的 那你在Y裡面的數值加27的 那就是在Y軸再拉上27格 OK 那我們就會找到新的Vertex R 就會是-475 那也留意多一件事 由於它是整條的線段推高了27格 那它本來是藍色線段的膠點是0的 那就是藍色的圖的Y軸距是0的 那推上了27格 那它那個Y軸距就會成為27的了 OK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只是有責任寫回R就是-475 因為它要我們Write down to the coordinates of R 好 去到Reference Page 我們用三個Angle By Setter 我們用三個Perpendicular By Setter 就是R和Q組成了一個三角形 而這個三角形它有一個Circum Circle 這個Circum Circle的圓心我們就叫做P 如果我剛才提到它的圓心Circum Circle 就一定是由Perpendicular By Setter組成的 所以這個P一定是在這條紅線上高 這條Perpendicular By Setter上高的 好 那你就會問 咦 那個M怎麼來的呢 M很簡單 中點嘛 Midpoint就是X座標加上除以2 Y座標加上除以2 好了 那我們就明白了 這個Circum Circle P原理上就應該會跟另一條線都會碰到 因為是這兩條線的焦點會做出來的 那我們就還有一些資料 就是這個P由於最終就會碰到 我不知是哪個位的暫時 就會碰到這一條Perpendicular By Setter 留意 這一條Perpendicular By Setter 它是一個圓垂線的Perpendicular By Setter 當然它就是一條水平線 OK 那很容易計的 這裡是75樓 這裡是-48樓加上除以2 就會是13.5樓 所以這個Circum Center的Y座標 Y Coordinate一定是13.5的 跟它一模一樣的 因為它遲早P這個就一定會碰到 這一條水平線的 好了 這樣的話一定會碰到 為什麼呢?我們只要計到世界P 就是計到那個 X Coordinate 就是X座標 你留意了 PM 和RS 就是互相垂直 互相垂直 兩個斜率乘滿就等於負一 對吧? 整條色裡面 我們有第一個斜率和第二個斜率 藍線的斜率很簡單 是紅線的Pm的斜率會牽涉到其中一個代數 整條色的代數 慢慢計算 計算完之後你會計算到P等於負4 糟糕了 P等於負4 就是剛剛預計到剛剛 P是負4會發生什麼事呢? 原來這個P最終什麼時候會碰到這條水平線呢? 正正就是在 這一條紫色的圓垂線那裏 即是說 R P和Q 三點是共線 OK 因為三點的X座標都是負4 它們都會在同一個圓垂線上高的 甚至乎 more precise 這樣說 這個P其實是QR的mix point 題目就問 到底他們的 Geometric Relationship是什麼? 那你回答三點是共線 而且P就是RQ的mix point 這樣就答完了 整條也都完了 好多謝大家 白頭公女說 當年又要玩這個 兩線互相垂直邪女乘負1 就會在2016年的Session A2裡面看到 2017年的Paper 1 Session B 我們也有條比較複雜的東西 要玩Circle Equation的物體 當中又牽涉到Competing the Square的技術 2016年 那就是我們很輝煌的時代 就是有些一個Variation 連年有的 連年出的 最理想的是出A2 不過這兩年又不生性 出了A1 今年又跳下來 Session B 我們永遠靠它吃虎的嘛 好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is helpful 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吧 有什麼問題找我 我有空會回覆機的了 這次經文送給大家 我只能夠給你一點點的知識 神卻教了你生命有緣的 在劉華市的第一間教會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